每天早上送到上学 正常要七点钟必须去厨房 不小心喝点茶 然后这一天差不多都在画室里画画 80年代作品基本都是用記性式的 沒有什麼起草 這個過程沒有,出來沒有 包米系列之後開始有草圖 但是都比較簡單 到了胖子系列 就開始有意識地去畫一些草圖了 後來到了小時候系列就變得更具體 這個變得很重要 因為很多元素 你開始必須把它考慮地走不起來走到 我1975年1月份下降,草圖落戶 吉林省的一個邊緣地帶 靠近那邊,沙圖很瘋狂 窮山客水,因為吐得爆發屎的地方 門兒去的地方 乾一天才七八毛錢 沒辦法,在農村待了三年 沒想過上學的事情 想能夠到部隊當個唯一工作者 或者畫畫畫,那是最高理想 然後突然就有這樣的一個轉機 七八年考上的特別是大 當時讀了很多書 包括哲學文學、戲劇 劇前端的現代主義都看過 但是在西方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 但我們拿來當劇間端的來讀 毛母寫了一本書叫《月亮六本事》 小高庚當時去塔吉地島受這個感染 然後我畢業就決定要去雲南 從東美到北京一天就到了 但北京到雲南三天兩夜 當時認識了昆明那些畫家 毛俊輝還有張彥剛 很幸運嘛,和他們認識 我們志同道合 八五年代我們第一次在上海做情局宣傳了 後來又到南京繼續選 因為那一年代比較壓抑 而是情緒沒成發泄 然後你也找到這些英文學校 突然聽到吹劍一聲吼 大家都慎重了 還有杰克遜啊,涅槃啊,色彥鏡頭啊 很多咯 現在主要進行兩個系列的創作 小時候系列和人間系列系列 裡面那些原文館的人物形象 十足包米系列也變成來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出現在畫面裡了 像青春豆系列 最後幾張就已經出現了這些書籍 2000年開始我就發現身邊的老朋友 陸續的胖了起來 我就試圖把這個有趣的東西加入到作品裡面 就創作了《桃花越來越少》系列作品 後來就進行了小時候系列的創作 在這個過程中我就一直在思考更深的東西 那是我成長的年代中記憶非常深刻的 也是那個年代特有的東西 我應該把它記錄下來 於是就有了人間戲劇系列 當時只能放這八位樣本戲 每天重複地放 你看不到其他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竟然就會喜歡上 像那個《紅燈記》 《智奇葫日山》《白毛女》 《紅色娘子君》 幾乎已經直到我們的系列裡了 《黒森台》《黃燈記》《花天彈》 雖然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 但是亞馬戲的影響依舊存在 甚至不斷地被重新解讀 人间戏剧的灵感就是从这里来的 跳出舞台去显示现实生活 一个是真实的舞台 一个是戏剧的舞台 人生就像一场戏一样 感谢观看